以国民党前主席身份 参加清明暨皇帝陵大典 前总统马英九在函两岸一体 无论是哪一个党派 都供奉皇帝作为我们中华民族 严皇子孙的共同始祖 和平两岸双赢共荣 同胞一体允殖绝踪 为我这次亲济宣言皇帝陵做个助脚 强调两岸同根 但马英九仿中却碰上花脸强劝 不只中国国台办三号发声明 表达高度关切 向台湾同胞表示 诚挚慰问及救灾协助 连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副代表耿爽扭 也向台湾表达诚挚慰问 同时也感谢国际社会 表达同情关回 百名吃豆腐不说 向台湾送暖同时 共鸡也没在休息 国防部公布在四月二号一整天 争获共鸡多达三十架次 其中更有六架逾越海峡中线 三号也不停歇 再度争获共鸡三架次 我们国军除了要支援花冬救灾 各地救灾之外 还要分兵力去注意到 中国对台湾的威胁 中国一面嘴巴说表达关心 实质的行动是用军事力量骚扰台湾 这台语常常讲 这叫挂拿鸡小金 太假了 就连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也喊话共鸡飞来飞去 不断扰台 恐无力两岸累积善意 台湾遭受突如其来强劲 国军忙于救灾之际 中国轻扰力道 不减反增 靖新闻综合报道 大家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靖好新闻